車輛には、車輛BiKING、機車資訊網 檔車輛設立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BiKING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這幾年 三百cc這個集聚的檔車 已經成為世界車壇中的一個新主流了 各大車廠都紛紛針對這個集聚 推出了帶有自家特色的新車 同時也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搶攻這一塊越來越重要的新戰場 而我們今天所要介紹的車款 就是Kawasaki旗下的運動型街車 同時也是他們所針對這個集聚 推出了得意製作 Kawasaki Z300 1972年Kawasaki推出了一代名機Z1 當時一推出 它就以壓倒性的速度優勢 搶眼的外型在世界車壇造成轟動 也就此開啟了Z系列 它有一個傳奇歷史 當初為什麼會將這台車並名為Z1呢 其實最主要原因就是Z 在英文字母裡面是最後一個字 所以它代表了極限這樣的象徵 那E1這個數字呢 又在所有數字裡面 帶來一個起始開始的概念 所以當兩者相結合 Z1它所要追求的 所要代表的就是一個挑戰極限 創造新系列這樣的想法 那麼來到今天 Z系列已經成為了Kawasaki家族中 最具代表性的運動型街車 而我們今天所要介紹的Z300呢 就是這個家族裡面 備受期待的新成員 從車身外型來看 Z300承襲了近年來Z系列 慣有的霸氣外觀 在頭燈的部分 它用了比較強烈的線條 去營造出帶有煞氣的視覺效果 再搭配上方這個 蠻有設計感的小風性 讓它整個車體正面呢 呈現出一個非常濃厚的戰鬥氣息 來到車身側面 以Z字概念刻畫而成的黑色側殼 這上面會有了線條狀的車體試貼 還有Z300的車名 這個設計非常的強眼 和主車色也形成了很強烈的對比 車體下半部 Z300有一個造型很尖銳的下導流設計 這讓它整體的視覺效果變得更運動 更戰鬥了一點 油箱的部分 多線條的設計 看起來很有霸氣 上方這兩個原點 是我們這次借車的車輛 是當初引進時送宴的車 所以有這個裝置 正式四周車的部分是沒有的 在這邊說明一下 尾部是採用隨著分段式儀墊向後 向內縮的設計方式 去呼應它所追求的運動感 這也讓Z300擁有了相當一致的視覺效果 以整體外型來說 Z300它所走的就是這種很戰鬥感 很現代感的運動型風格 那也就是這幾年來 Z系列它所共有的車款特色 如果說你喜歡的就是這種 比較高調比較霸氣的車款造型呢 那我想你應該會很喜歡 Z300這樣的外型設計 作為Kawasaki Z系列 在300系這個集聚新戰場中的一個主力新秀 Z300它的配備部分呢 當然有著相當不錯的表現 頭燈的部分 Z300採用的是近燈單邊開啟 遠燈雙邊開啟的設計 那兩側呢還有一個小型的定位燈 這是在電門開啟之後 車輛發動之前就會亮起 那頭燈的照明效果部分呢 它的廣度跟亮度都OK 應用在台灣的道路環境來講呢 應該都夠用 尾燈的部分 使用的是傳統型的燈泡 整個造型比較小比較集中 在辨識度的部分呢也是OK 沒有問題的 儀表部分 指針混合數位式儀表 那上方的指針部分呢 左右有方向燈的指示 機油更換提醒燈 低電壓警示燈 空檔燈 溫度警示 引擎故障警示燈 ABS作動燈 還有遠燈的提醒燈 那下方的數位式儀表 則是顯示時速 里程 油量 時間 節能行駛模式 還可以切換英里跟公里 那整個功能來說呢 算是非常的齊全 非常的實用 那在開關總成的部分 右邊是引擎熄火開關 還有啟動鍵 因為是全時點燈 所以就沒有大燈的開關 那左邊呢則是遠近燈 方向燈 還有喇叭 超車燈呢則是設計在前方這邊的位置 那在機能配備的部分 第三版 它的後座椅墊呢是可以開啟的 那椅墊下有一個小小的置物空間 這是分段式的設計 那如果出油的時候 你可以在這邊放個零錢包啦 或是證件夾 名片夾 裡面放個悠遊卡之類的 那時候我們騎車出去玩呢 這是蠻好用的 那隨車工具呢也是附在這裡 器具非常的齊全 使用性很高 那在性能配備的部分 Z300它所採用的前避震器 是37mm的正立式前叉 那後避震呢 則是中置的多連桿後避震 是預載可調的形式 那在自動的部分 前面是單疊設計 採用的是單向雙活塞卡鉗 搭配290mm的碟盤 後面呢則是單向雙活塞卡鉗 搭配220mm的碟盤 那前後都是採用ABS防鎖死刹車系統的配置 那不管是以安全性 還是規格的豪華度來說呢 都是相當不錯的 總結整個配備來說 Z300它在機能配備 性能配備 甚至我們所說的安全配備 這些部分的表現呢 都相當夠水準 那以這個極具的檔車來講呢 它也確實沒有什麼好挑剔的了 那如果說你想要購入 就是這個極具的車款 那你又很在乎配備的話呢 我想Kawasaki Z300 會是一個很不錯的好選擇 承襲Z系列精神 主打運動型街車這樣概念的Kawasaki Z300呢 在一推出的時候 就讓人對它的性能感到非常的期待 採用水冷式行程並列雙缸 DOHC引擎的Z300 它擁有296cc的排氣量 它可以在11000轉的時候 發揮出39匹的最大馬力 那在1萬轉的時候呢 則能發揮出2.8公斤米的最大扭力 以帳面數據來看 是量比較偏高轉取向 要拉到比較高轉速 才能夠徹底發揮實力的車款 跨座上車 座高785mm Z300 它算是蠻有親和力的 以我176公分的身高 可以很輕鬆的雙腳著地 在市區周周停停的話呢 這樣是蠻方便的 我們家的同事身高168公分 在乘坐上也完全沒有問題 你只要稍微的踮腳 也是可以雙腳著地的 實際騎乘上路 Z300它的騎乘姿勢 是屬於很自然的前傾 不會像跑車那樣太趴太低 那也不會像是一些老式的街車 或是商用車那樣 要做得很端正很直 它的騎乘姿勢是很輕鬆自然的 那這樣的姿勢 不管你是一般的市區街道騎乘 通勤取向的使用者 或是說你是喜歡上山跑跑 比較追求運動性跟操控感的騎士來說呢 其實都是相當適合的 那動力的部分 採用雙鋼引擎的Z300 它有著不錯的低轉反應 你以一般騎乘來說呢 不用太刻意的去Hold轉速 它就能帶給你即時的動力表現 那這對應到市區騎乘上來說 是比較易於操控的 騎起來不會太累 那如果說你想要騎快一點 跑賽道、跑山路等等呢 它在高轉速率所帶來的爆發力 也是可以讓你盡情的 去享受騎乘的樂趣 那更重要的是 因為Z300它原廠就配有滑動式離合器 那這是可以有效減輕 因為引擎煞車所造成的後輪跳動 或是說換檔有時候我們沒換好 或轉速沒有銜接好 所造成車輛不穩的這些狀況呢 滑動式離合器 都可以有效的改善這些問題 那再加上它還有ABS防縮時煞車系統 這些都是可以讓你在遇到緊急狀況 比如說偶爾操作失誤啦 可以適時的輔助你 讓你騎得更安全、更放心的輔助配備 總結整個動態表現來說 Z300是一輛非常容易上手的車 它保留了300cc這個極具的車款 所應有那種靈活、刁鑽的操控特性 它也有著中高轉會爆發 擁有39匹馬力這樣的動力特性 那同時它也有著ABS防縮時煞車系統 滑動式離合器 這些可以提升操控性、安全性的輔助配備 總結來說 不管你今天是一個剛入門的新手 還是說你是一個騎一段時間的 想要反捕灰震的老手 透過Z300呢 你都可以回到操控面、騎乘面 去盡情的享受騎乘應有的樂趣 這支系列可以說是Kawasaki對於心目中理想的那種運動型街車的實現 也可以說是新世代輕檔車 就是我們一開始所講的 越來越紅的300cc這個極具的戰略車款 那以它的配備、動力、整體表現來講 我想它也為極具的車款 梳立了一個新的標準 Kawasaki Z300 它的官方建議售價是295,000元 這是不含排險的價格 實際的銷售數字 還有相關的銷售方案 就請以台其各地方的經銷據點 還有店面為準 那什麼樣的人適合Z300 什麼樣的人又不適合Z300呢 首先我們先來說不適合的好了 第一個就是你是一個完全價格取向這樣的人 現在台灣的黃牌擋車市場競爭非常激烈 可以選擇的車非常的多 各家有各家的特色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只要追求就是最便宜 最低價錢的那一台車 那我想Kawasaki Z300絕對不會是你的首選 雖然說我覺得它在配備上是有它的優勢在的 但是你就是要最便宜最低價的話 它可能不是你的第一選擇 第二個就是你是喜歡跑車風格 有整流罩這樣設計的人 我想Z300可能也不是那麼的適合你 這聽起來好像有點廢話 可是我覺得在黃牌擋車這個級距 其實車款它的風格跟定位 是一個很重要的購車依據 如果說你喜歡有跑車 有整流罩那樣的造型 那你當然不會喜歡像這樣子的街車 再加上有些人如果你常跑大直線 比如說西濱或是花東那種大直線 在長時間的高速行駛之下 你想要避開那種風壓的感覺 你想要躲在整流罩裡面呢 我想你去選擇那樣跑車風格的車 或許是會比較適合的 像Kawasaki自家來講 還有小忍者可以去做選擇 那如果你是這樣子取向的騎士呢 我想你就不是那麼適合Z300這台車 那什麼樣的人適合Z300呢 我想第一個就是初學者 剛入門的騎士 或是說你想要比較無負擔 去享受騎車這件事情的人 Kawasaki Z300是一台很容易上手的車款 以它的騎乘姿勢、操控特性 或是它的動力來講 它都是可以讓人在短時間之內 去掌握它的特性 那這樣的特質對於喜歡騎車人來講 絕對是很有吸引力的 再加上它的安全配備 補助配備也都給得很足 你今天要去騎這台車 玩這台車其實是比較有保障 比較沒有負擔的 那以這個層面去做考量的話 我想它真的是一台非常值得去推薦的車款 第二個就是你很在乎配備 很在乎CP值的人 以目前台灣黃牌檔車的市場來說 競爭非常的激烈 有很多車款可以去做選擇 Z300就像我們剛剛所講的 它並不是最便宜的一台車 可是今天如果你把所有車列在一起 我把定居規格攤開來看 其實我講Z300它的配備 是很有競爭優勢的 ABS的防鎖式煞車系統 滑動式離合器 中置多連桿避震器 這些通通加在一起 你去對比它的價格 甚至它的售後服務 我想它還是很有吸引力的 雖然說有些人還是會覺得說 這個車價還是有點太貴 希望可以再便宜一點 但是你去對應到它的CP值來講 我想Z300還是非常的划算的 總結所有表現來講 Kawasaki Z300是一台很全面 很適合入門的一個黃牌輕檔車 以目前台灣黃牌檔車市場來說 真的非常的精彩 幾乎各大車廠都有參戰 有些車款它在價格上有它的優勢 有些車款在數據動力上來講 非常的強勢 有一些車款它在外型 它在整個風格上有自己的特色 可以說各有各的好 每一個騎士 每一個玩家所在乎的點 也都不太一樣 但是說如果今天你想要的 就是一個很好上手 好騎好操控 同時在安全配備這些 也都有顧到的車款 我想Kawasaki Z300 會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Bike In的新車測試報告 我是小三 謝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Bike In的新車 Bike In的新車 Bike In的新車 駕駛也好 大型動機也好 其實這個級距的車款 你跟一些大排氣量 600cc的 或者說1000cc公升級 這樣的車相比呢 它是有它的優勢存在的 第一個 它的價錢通常會比較便宜一點 第二個 它的動力比較適中 車重也比較輕 你騎起來沒有什麼太大的壓力 想騎就騎 今天要跑山OK 通勤也OK 那跟那些大眾相比呢 其實 那不會吹油門吹的膽戰信金 騎起來怕這個怕那個的 那當然對於一些比較資深的玩家 或是說一些老前輩來講 他們會覺得說 我就是要大馬力 大排氣量這樣的車才爽 這個我不反對 但是我覺得那是另外一個境界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剛入門 剛要開始去享受二輪生活 這樣騎乘樂趣的人來講呢 我覺得你不要太早去陷入排氣量 或是說馬力的迷思 那你以這樣子 Kawasaki D300這樣的車款來講呢 我覺得會是一個比較好的入門選擇